今天非常开心可以专程来拜访我们阮心智商中心的江上文执行长 我想说在开始的时候可不可以请我们执行长 给我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好,那真的很感谢今天有机会 康伟有机会访问我一下 那我就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那我姓江,江泰功德江 上是高尚的上文章的文 那我姓主大概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 那我的原生家庭并不是基督徒 那我大概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有机会接入教会 后来成为姓主 那我大学本身是读的医学技术 我后来有机会在姓主以后 然后想说可以在台湾有机会服事这边的学生 所以我又在台湾内人研究所 所以我读了台湾大学的生化研究所 那因为我本来就很想要去服事主 所以我在研究所毕业以后 我就毅然决然地投入了神职的工作 在教会担任一个传道人去服事 那几年以后 因为教会的需要 我就去了中国大陆 那里面有做一些宣教的工作 那来来回回 有时候在台北 有时候在中国大陆 后来就在台湾的教会做带领 大概做牧师有20年的时间 那我自我教育大概是到这边结束 所以感觉这个反差很大 你看从当时你是学画工 生化学生物化学 变成牧师 然后现在是心理师 那能不能也请上文也讲一下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大的转变 成为心理师 当时你的负担 心中的感动是什么 后来我知道跟你妻子 就一起成立了这个软心智商中心 是 我们在教会工作很多年以后 慢慢的我们会发现 我们除了用圣经的真理去陪伴弟兄姐妹 或是教导弟兄姐妹 但往往我们发现 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能够真的陪伴到跟帮助到 尤其是当他们可能真正出现了一些 身心症状的时候 譬如说 忧郁症或是躁郁症或是其他的 那以前我们在教会的时候 其实对于这方面的 所谓的心理疾病、身心症状 并不是了解很多 对我们就会常常 请他们去 外面去找心理师帮忙 对 那后来我跟我太太就在想说 他们去外面找心理师帮忙 那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去 成为一个心理师呢? 那这样的话我们又可以用 圣经帮助身边的人 那我们也有心理师的专业 可以帮助到这些有身心症状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两个就有商量 所以我太太就先去读了这个心理智商的研究所 我后来我也去 那我们读完以后 我们觉得说我们真的很希望在我们的专业上 可以去发挥我们的专长 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另外一个专长 所以后来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智商中心 那能够帮助到社会上 有需要帮助的人 那我们也有在教会服事 所以教会有些需要 我们也会用我们的专业 去帮助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整个转变的心路一层 是 好像目前在台湾 这种正式的是 只有三间吗? 你是说智商中心吗? 不止 台北只有十几间 十几间 对 那上面有提到 像包括宇宙光 跟你们是哪一方面的? 你可能讲的是 只是灵性方面的智商 灵性方面的智商 对 我刚刚讲十几间是指智商中心 它并不是只针对灵性的部分 对 那像宇宙光 可能他们比较是针对灵性的部分 对 那我们是有针对灵性 也有针对一般大众 对 好 好 所以在 你过去在教会 墓会 当牧师 后来发现 有弟兄姐妹身心方面的需要 所以跟妻子 就依然 就来这个领域 成为一个专业的工作者 那 那在你所接触的这些个案 或者是 弟兄姐妹当中 那你觉得今天最大的 这种 来自于社会的 或家庭的 那种压力 忧郁的问题 身心的问题 是哪一部分是最严重的 应该这样说 普遍来说 以现在社会的状况来看 普遍来看 大概忧郁跟焦虑 两个是最大众 忧郁焦虑 对 那基本上忧郁就是 假设 当然我们说一个人有忧郁症 不是你说他有忧郁症 就是有忧郁症 他是有经过医生的诊断 对 那 用白话一点的话来讲的话 忧郁常常就是 过去的事走不出来 就是一个人经过过去的 发生了一些事情 可能比如说亲人过失 或自己发生了一些事情 他过去的事情走不出来 就比较像是忧郁 是 所以现在社会上 很多人他们 碰到的一些压力 各方面 他们走不出来 过去走出来 就可能变成忧郁 那焦虑比较像是 担心未来的事情 所以一个是过去 一个走不出来 过去走不出来 一个对未来的担心 对 那很多焦虑的人 大部分都是工作 工作压力很大 怕工作做不完 怕没有工作 对 就是担心未来的事情 所以忧郁跟焦虑 是很大的一部分 对 那一般社会上是这样 那假如说 假如教会的话 我觉得教会基本上 的弟兄姐妹 也是在社会上工作 那他们也有他们自己过去 原生家庭的问题 对 但是我觉得教会给我的感觉 跟社会会不太一样 是因为教会有 有真理 他们至少有个标准 可以去意识 是 不会像社会上 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教会里面有个真理 有个标准 是 那另外一个教会有很重要 就是教会有弟兄姐妹的陪伴 我觉得这个就差别很大 是 对 比如说 你很担心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跟神祷告 你可能跟教会弟兄姐妹去说 是的 那他们可以听你说 就是给你出点意见 分享他们的经验 是 那可能你的焦虑度 就会下降 虽然事情可能还没有解决 但是心里面的感受 焦虑度 就会下降 是 或者是你讲一些 你过去的伤心的事情 你有机会找弟兄姐妹去倾诉 那很多弟兄姐妹很愿意去听 那这个就已经达到了 一个很好的治疗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面 弟兄姐妹的陪伴是非常 珍贵的资源 是 社会上很多没有的 是 所以这种陪伴、倾听 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是 教会跟社会很大的不一样 是 所以在尚文 你的经验里面 你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比例 有多高? 忧郁照、焦虑这方面 其实相当的高 根据工卫组织的研究 他说大概四分之一的人 都是有忧郁症 四分之一啊 这个比例真的很高 其实很高的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 就是有时候 或多或少 我们都会被自己的情绪所困扰 一段时间都走不出来 对 那可能就是有点忧郁的状况 所以其实 我觉得台湾人可能更高 因为台湾 第一个台湾的社会工作压力 真的蛮大的 那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 假如没有很紧密的话 有些话还真的说不错 是 再加上台湾 因为可能是亚洲的关系 或中国文化的关系 跟原生家庭的 那个关系又很亲密 对 那有些事情真的是不好解 不容易解决 都是跟上一代有关 是 对 所以人往往就被束缚住 是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常常忧郁的状况 是蛮严重的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 还来得到 只是他们未必会去求助 是 那我想 接下来我想 也问一下 指寻长 那 再像刚刚有提到 陪伴傾听 这种 互动的关系 非常的重要 那在一般的家庭里面 那因为在教会 我们有这种互动的关系 在一般的 这种家庭当中 你觉得要怎么改变 因为家有时候 不晓得怎么处理 怎么去帮助 有这个疾病的家人 你觉得要怎么 怎么来改变它 我们的经验 通常一个人他会生病 或者他忧郁或焦虑 跟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家庭会伤人 对 所以家庭改变很重要 对 那往往就是说 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 原来他们这样做 其实会让另外一个人生病 他们往往会觉得说 你怎么还没好呢 所以他的言语 态度 行为 对 都会一针一刀一刀的 有影响 对 反而其实有时候帮不到 帮不到那些受伤的人 所以我们这边常常 也会做一些家族諮商 其实我们就是要让 他们的家人知道 他们的态度 这样做其实对 那个个案其实是没有好处 对 因为要怎么做 对 所以我觉得 家庭这一块要改变不容易 对 不容易 好 那在你个人的生涯 或者是上帝这样一个带领你的一个生命历程当中很独特也很特别 你做过牧师 你做过牧师 现在是心理师 那你刚刚开始也讲到有时候 你觉得做一个牧师 觉得在协助上 帮助上是有限的 那你要不要跟今天的教会 尤其一些我们教牧同工 一些牧师传道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在神学的装备上 牧养上 我相信大家都是愿意摆上的 那如何 但如何要在这个心理智商的这一块 成为弟兄姐妹更多的帮助 你有什么好建议 基本上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也做过牧者 所以我了解牧者的辛苦 我知道牧者常常花很多时间陪伴弟兄姐妹 然后还要用身体去教导 还要在弟兄姐妹去祷告 基本上是没日没夜的 就是没办法很好的休息 那真的碰到一些疑难杂症的时候 可能我觉得 我们可能要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可能要请专业论事先 专业 要转介 要转介 因为我们的专业 我讲牧者的专业 跟心理师的专业 有重叠的部分 但是也有很多地方是不重叠的 对 所以我觉得要能够知道 趕快写其专业的心理师方式 那最好 在教会的话 我觉得最好是 找有基督教信仰的心理师 会比较好 是 因为他 他一方面跟个案在谈 心理需要的时候 一方面他也是基督徒 个案也是基督徒 有时候还可以用眼圣经去引导 对 所以其实会有相辅相成的功用 那对于牧者而言 我觉得 除了他们要 会转介之外 我觉得牧者 其实可以学习一些 关于心理学的东西 是 对 不用学很多 因为这不是牧者的专业 但是牧者学这些东西 是能够去分辨 分辨好歹 去区别说 你有哪一些状况 他其实需要去外面得到这些协助 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假如你长期看到一个弟兄姐妹 就是长期也不开心 你陪伴他一下 他可能就好一点 可是一没有陪伴 他就不是很开心 那你说他到底哪里不开心呢 你不一定说 说不出个所以然 就是长期情绪低落 好像就不是很喜乐 对 其实在这样的状况 在心理师 或在精神科医师 耳中听起来 他可能是长期忧郁 对 可是牧师可能是觉得他不喜乐 就跟他说你要喜乐啊 要祷告啊 可是他可能是长期忧郁 所以那个察觉 敏锐的那个察觉 就没有办法深入 对 那像这样子长期忧郁的人 他不是不想喜乐 他也很想喜乐 可是他喜乐不了 像我们这边就会请他去看医生 医生可能给他开一点抗忧郁剂 剂量不用很高 他吃了他就开心了 他就喜乐了 然后他接下来的独心生活 导到生活 他就会很开心 是 因为他忧郁不是心理的问题 是身体的问题 对 就好像说一个人 他身体缺乏维生素A 医生就开维生素A给他吃 其实忧郁症有一些像这样 是 像刚刚这种长期 对整下药 对 刚刚那长期忧郁的人 他有可能是身体里面的血清素比较低 所以医生就开一些 提升血清素的东西给他 他就搞定 所以牧师也没有上脑筋 对 所以牧师就是他要能够分辨 因为这个人有可能是什么 对 然后及时去转接 是 牧师自己也不会一直觉得 有这个负担 这弟兄姐妹不开心 为他祷告 可是帮了他又起不来 身边弟兄姐妹也会觉得困难 可是这个要就搞定 是 所以我会觉得 针对牧师而言 我会觉得 我真的很建议他们可以上一些 这一类的课 是 然后他们可以去分辨 他的 这个弟兄姐妹的一些 身心症状 好像跟我以前上的东西 有点像 那或许就要请他去找专业人士 嗯 可以协助 对 好 那最后啊 我再来 请教一下 尚文执行长 那你能不能简单分享一下 你们的家庭生活 我知道 你跟你其实是非常的恩爱 人家羡慕的 要不要讲一下 有没有什么秘诀跟我们分享 秘诀就是 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很多男的 我们在主里面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主期待的婚姻是 是什么样子 就是 神一定是第一位 对 这是不用讲的 所以我们也会把神关来第一位 那第二位就是彼此 对 就是 我会把我最美好的时间 我们回家以后 比如说 我们会先关心彼此 而不是 先看手机 哈哈 对 我们都是这样做 所以我们会关心彼此 然后再来就是家人 孩子 对 所以像我们这边工作很忙碌 但是因为我们孩子还很小 所以我们基本上孩子白天上课 我们晚上就是尽量会陪孩子 是 对 我们不想因为我们工作忙碌影响了家庭 所以孩子也是你们的生活重心 生活重心 但是 对方 就是 我太太 是我生命中的第二位 她也知道 我也是她生命中第二位 所以我觉得 因为这样子 神也会祝福我们的婚姻 对 对 所以你说有什么秘诀 大家都很忙 可是我觉得那个时间 你有马上留出来 嗯 就可以感觉到很不一样 是 比如说像我朋友太太 回家就会先问候彼此 关心一下彼此 嗯 没有问题之后 可以吃饭 一起吃晚饭 然后接下来孩子功课 我们会忙孩子的事情 孩子睡了以后 我们两个还会再聊聊天 嗯 没有问题以后 是 我们才会做自己的事情 是 是 好 今天非常开心 好 那 我这边也是恩福文教 那我这里也 多一些 补充 那 上文执行长 他也是我们恩福文教在台湾的理事之一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开心 非常荣幸 可以来拜访江上文理事执行长 好 愿 谢谢您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